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例常数是C 这个C呢,因为它是一个 它跟它之间是一个linear的关系 所以C呢,一般呢,是一个constant 那这个C呢,我们把它就叫做 我们所谓的capacity OK 那基本上面,我们看到这个C的部分的话 如果你把Q除以V的话 那就是C的unit 那对这个unit而言 好,我们看到 你可以用Si unit的部分的话呢 那就是库轮 然后除上什么,伏特 那对这个单位呢,我们叫做法拉 OK 一般我们用F来表示 好,就是我们的法拉的部分 就是Si unit的部分 所代表的 那你可以看到在实验室里面呢 你的电容的大小的时候呢 常常你用的是Picofala Q是Micofala Pico是多少 10的-12次方 Mico的话是10的-6次方 好,所以 你可以看到我们实验室里面 常常用的电容是非常小的 那为什么会是这么小的一个电容值 你在实验室里面看到的 这个Micofala或Picofala的情况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有趣的事实 就是说 基本上面 这个Q跟V是成比例关系的 那C是一个常数 那但是呢 C这个东西啊 就是这个电容值的大小的话呢 它是跟什么 它是跟这个Conduct的 形状 有关系 OK 它跟它上面带多少的电荷 它没有关系 或者它有多大的电压 它可以上面带多少的电荷也没关系 或者它有多大的电压 它可以上面带多少的电荷也没关系 OK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情况呢 当然这个电压的值是对很远的这个电位零点而言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到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有趣的事实 虽然我们定义C的时候呢 是直接从这个 Q跟V 之间的关系的比例常数定义出来 但是 确实到最后 这个C呢 是跟Q没有关 跟V没关的 那 好 这是一个Conduct的情况 那我们举个例子来看待 好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平常用的平行板 OK 那对这个平行板而言的话 上面呢是正Q的Charge 底下呢是-Q的Charge 那我们把这个平行板呢 里面 OK 内部呢把它放 接电子放进来 OK 那这个平行板 当然你如果是正式图的话 那你看到这个板子是 很大的一个平行板 OK 那基本上面的话呢 这两个之间的距离 我们说它是D 板面积如果是A的部分的话 那对这个平行板而言的话 我们说它上面带的 Surface Charge Density Surface Charge Density Surface Charge Density Skma S的话 你就知道说它是单位面积里面 所带的电荷 这个就是Skma OK 那对这个平行板来讲的话 你已经知道 这两端 里面的电场 OK 那这两面里面的电场呢 是一个Uniform的电场 E 而且电场的大小 在前面你已经都知道 我可以把 这个呢是-Z方向 然后它是跟issue 然后是kma称比例的 我说这个是Z component OK 这是我们的电场 好 那这两端的端电压是多少呢 基本上 你把V12 就负的从0G到D 好 那这个是E.DL 那因为它是一个uniform的电场 我可以把它提到外面来 那就是底G 从0G到G 所以 你看到了 这个电场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issue 然后乘以上D的部分 这是你们都知道的一个值 那对这个值来讲的话 你马上看到了 你total的charge是Q 那V的值 你也知道 对一个total charge是Q 那它的potential是V12 我们自然而然可以看到 这两端 它所维持的 这个 这个电容值 就是C12的情况 那它的值是等于多少 很容易的看到了 就是 V12 是等于issue sigma D Q的话是 那 sigma 是等于A分子Q 所以QQ消掉以后 A分子issue D A应该放在上面来了 OK 所以你看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是 你的capacitor 是跟这个中间的距离成反比 然后跟ANA成正比的部分 这也是我们在上一堂课里面 在讲说电戒值的话 中间为什么要把它放 借电子进去 你看到是说 我的借电子的 这个issue 越大的话 那不是 如果是真空 这个就是issue 零 OK 那你现在你有借电子放进去 借电子放进去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你的这个电容就增大 同样的情况 也因为你借电子放进去以后 你的D值如果我们能够做得更薄的时候 那我们也可以拿到一个比较大的电容 火车的话你要拿到一个比较大的电容 就要你把你的这个面积增大 那你要增大A的部分的话 这个电容就要什么 它就要越大 所以你在实验室里面 你看到的电容 都是小小的电容而已 你要大拿到大电容的话 那你就是要A很大的情况 那个在路边的话 那你就可以看到 一边路边的电力公司有一些便电箱 这里面就有一个大电容的情况 那为什么要那么大的一个电容 在那个地方 所以基本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第一个例子 你看到就是说 它最后实际上跟Q跟V全部都没关 只是跟它的形状有关 然后跟它里面的界电值是有关 这是第一个例子 我们常常用的是一个平行版的电容 第二个例子的话 我们会看到就是说我们常常用的电容 是另外一种就是同轴电缆的电容 那同轴电缆的电容的话就是 里面的内镜 如果是A 外镜 如果是B OK 那中间 跟一样的 是被界电值所充满的 OK 当然我在画的时候的话 这全部的部分 这是一个导体 这是一个导体 那导体这是薄薄的share OK 那基本上它这个电缆的话呢 是很长很长的一个电缆 的部分 对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Cable来讲的话呢 是一个 炎柱状的capacitor 那 对这样的capacitor的部分的话呢 一样的我们 还是用我们的定义去看看我们的capacitor 是等于多少 那我们会发现的就是说 基本上面 前面的我们都已经了解了 就是说 假设内镜的部分 你带的是lambda OK 那外镜的部分呢 是负的lambda 的限电荷密度 那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什么 实际上它的电场呢 都是镜像 这个炎柱形 那朝外的部分 OK 这是你可以计算出来的 在前面的部分 你已经就会算 那对这个电场而言的话 那对这个电场而言的话 我不再算了 它是等于2pi OK 一小 然后 肉 OK 然后 2pi一小肉分之lambda 然后它是肉component 所以 所以 这个电场而言 它静向朝外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端的端电压的部分 Vs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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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的部分 那你就可以 从 A到 V 那 2pi 一小 肉lambda 肉 dl dl 所以 所以 你看到了 对这样的一个 变位差而言的话 2pi 一小肉lambda 这些 肉不是常数 肉放 2pi一小 lambda 通通是常数 dl 乘上肉component 就是底肉的部分 所以我们只要把它肉分之底肉 从A G到V 把它放进来 就是有一个负 对不起 这是VG到A 好 一符号已经放在外面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 这个就等于 负到 2pi一小 负lambda 的 log 就是 从 V 直到A 那 把它算一下的话 log a分值 d 把负化放进来 好 所以 你看到了 它的potential 这两个端 的端电压 它的值 OK 那对这样的一个端电压来讲的话 你的capacitor capacitor的定义 就是 除以 v ab 的部分 一样的q 然后 2pi 一小 lambda log a分值 b 好 那lambda是等于什么 lambda就是 单位长度 的 定乎 就是我们的限定乎密度 就是我们的限定乎密度 所以你把lambda带进来以后 你就可以看到的是 2pi 一小分子 1 l分子 q log a分子 b 然后除以q qq消掉 后 你就发现 这是一个很简单 的一个结果 除上log a分子 b 好 那我们会发现 这个结果 只跟l有关系 只跟内径跟半径的比值有关系 还有跟他的界电常数 有关系 对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讲的话 一样的 你只跟他这个cable a跟b 它们之间的大小 还有他多长 那你要得到一个 很大的一个capacitor的话 你就要长度越长越好 换句话说 你体积也要 越来越大 你才能够达到 一个大的capacitor 那另外一个是 loga分子b 有同学 这样写 这就打写成等号 这等不等吗 等不等 不等喔 有很多同学 就把他等过来了 你们记得 这是不等的两件事情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这个部分的话 你会发现 当他的比值 越大的时候 log也会跟着越大 分之一就会越小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就表示 达的比值越大 v跟a的比值越大的话 就是量 同样的 如果v是一样的话 那就是表示 a是越小 它才会比值越大 换句话说 v跟a的比值越大的时候 它的capacitor 是越小 那如果我要得到 一个高的capacitor 的东西 这个比值要什么 小一点比较好 接近1的情况 那你如果接近1的情况之下的话 就是a跟b要很接近 a跟b要很接近的时候 当a很接近b的时候 那你这两端的端电压 要怎么样 要小心 因为 电厂加进来的时候 这里面 如果很接近的时候 它的耐电的 这个 那个strength ok 你的 你的那个耐电的 耐电压的 这个值的话 如果没有高的 dielectric constant的时候 它就会被什么 击穿 一样的情况 是跟这个一样的 d子要小小的 你才能够得到c 大c 一样的这边 也是要薄薄的的时候 你才能够得到大c 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来看待的话 就是说 你要得到一个高电容的时候 正腹脊之间 它一定是薄薄的一层 的dielectric 然后 然后 再来就是 另外一个 即性的 那尽量的把它什么 尽量的把它 A跟B的比值 尽量的什么 接近 ok 那你才能够得到大的c值的部分 这也是物理跟工业用途上面的话 你们会发现 啊 这个部分是一个很重要的 如何寻找到一个 一雄是一个大直的一雄 是有助于我们能够得到一个高的电容的部分 那也许同学会问我说 为什么我们要得到一个高电容 有没有同学能够回答我 有没有同学能够回答我 为什么我们要得到一个高电容 蛤 有没有可以人回答 电容是做什么用的 在普务里面 蛤 利波性 利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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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L线路 还有没有其他人 刚刚这边有人棘手 是不是 有没有人棘手 蛤 你们可以想象了 电容做什么用的 电容就是储存电能用的 我们电能就要储存在电容里面 磁能要储存在电杆里面 我们最后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 一个大的电容才能够储存多的电的能量的部分 OK 好 好 好 这是 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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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啊 对对对 是里面哪里外面 Q的话 你内部跟外部 反正你就一定 你是正电荷、互电荷 对 对 没有关系 那里面跟外面的数值是一样的吗 一定是一样的 可是你里面的面积比较小 外面的面积比较大 那不是电荷密度不一样吗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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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跟外面一样长 里面面积是比较小 没错 但是我们这个是什么 限电荷密度 所以到最后你还是烧掉了 OK 有问题了吗 好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种 我已经举了两个 一个是平行板 一个是 Cable 这个都是我们 储存电荷常常用到的东西 那第三种呢 你们都知道地球是一个什么 地球是什么样的 导体还是绝缘体 地球是导体还是绝缘体 哈 地球是什么体 导体 OK 地球是导体 大家都知道 地球是导体 那地球呢 其实就是一个大的capacitor 那 它可以储存很多的电能在那个 我们的地球里面 那我们现在我们就先看一下 我说 我 一个球形的 那为了让你们能够了解曲线的话呢 我这个球 我这个球 那这是一个球体 那里面还有一个小球体 那共同的圆心 那我们说在这两个球呢 中央还是一样的 我把它天充 这是我们的界垫值 这是我们的界垫值 OK 那界垫值的界垫常数如果是issual的话 那对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capacitor 这个capacitor来讲的话 那很明显的 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是这个球形的话 它的电场你都可以计算出来 它是镜像朝外的电场 每一个呢 每一个呢 一小 R平方分之Q 如果里面带的是正Q 外面带的是负Q 那镜像R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它的这个电场的部分 那对于这两端的端电压 V1-V2 那就是 VR1 RI-VRO 就等于负的 RORI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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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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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抵R的方向 然后ROR放进来 所以马上我们看到 这算出来的话 是Pi1.5分之Q 然后RI分之1 减RO分之1 你就得到了 那V1.2你知道以后 我们说capacitor是等于多少 capacitor就是我们的Q 除上V1.2 那Q除上 4Pi1.5分之Q RI分之1减RO分之1 所以QQ消掉以后 4Pi1.5分之RI 减RO分之1 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的话 第一件事情是 我可以把我的RO 变成无穷远 那RO变成无穷远的话 就是单纯的一个 球 OK 那它跟什么 它跟这个戒指 外面都放的一个 Directical 如果你原来是空气 I就是一穷远 那你看到如果RO变成无穷远的话 实际上是这一项等于0 这一项等于0的话 那你的C是等于多少 C就等于4Pi1.5Ri 换句话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就是说 这是一个球体 那这个球呢 本身就有一个capacitor 它的值就是4Pi1.5Ri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地球本身就是 类似这样子的情况 旁边呢 你把它可以视为什么 视为空气 所以我们地球的话 它是一个大的导体 那它呢 地球的半径 然后1.5Ri 这个就是我们的 地球的这个 电容的大小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地球啊 它的半径实际上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地球是一个很大的 电能的储存的电容 OK 好 所以在这里 一样的 如果你是两层的时候 Ri分之一减 RO分之一 要越小 你的C越大 对不对 当它要越小的时候 就是Ri跟RO要什么 越逼近 它才会越小 那一样的是 这个是什么 薄薄的一层 的情况 OK 你也可到一个大的这个电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几个例子里面 你可以有一个很大的概念 就是你要电容越大的话 你那个物体的形状啊 大概你脱离不了什么 它的形状要越大越好 你看它称跟你的A乘比例关系 跟你的L乘比例关系 你大概体积大概不会变少 那同样的情况 如果中间有界电值正负板之间 它一定是越薄 你才能够得到一个大的导体的 大的那个电容值 这是两个最基本的概念 那不管是什么形状的话 你它都跟你这里面的界电值 如果你的界电常数 一雄的值越大的时候 你的电容值就越大 OK 这是我们可以了解到的 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最后 你会发现 它跟它的电压 它上面带多少电压 有没有关了 无关 带多少charge 有没有关 也无关 好 对电容这样的一个研件 我想 它的串联跟闭联 应该是你们 在之前都已经 会 做的 我们大概的把它 提一下 好吧 好吧 我们说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电容的话 表示 它就是 因为平行板是最简单的一个电容 所以我们平常我们就把这个电容呢 画成一个平行板的样子 那这就是我们的电容的符号 那我现在呢 把两个电容 串在一起 然后第三个电容串在一起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串起来的电容的话呢 我把它接在一个外界的电源上面 那它的这两端的端电压是V的话 我们会发现 我们会发现 对V而言的时候 它所对应的 这个 这个电容 当V串上去以后 这边就带正电 然后这边对应的是带负电 那这边就带正电 这带负电 然后正电 所以这Q这是负Q 这一定是正Q这负Q 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 被这个整个串联起来的 这个电容的话 它上面所带的电荷一定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potential 每一个potential 这是V1 这是V2 然后这是V3 就等于V1加V2 加V3 一点串一起加上去 那每一个V 就等于我们知道的电capacitor Q除以C2 加上Q除以C2 所以 非常简单的就是说 我们把Q值 提到外面来以后 这个就是我们的 总共的 potential V的值 OK 那当我们把 Q V 跟Q的比值 我把它 V除以Q的话 其实就是大的电容分之一 我们把这个电容呢 就叫做等效的电容 那这个等效电容 就是等于C1 加2分之一加C2分之一 加C3分之一 一直加上去 OK 那这个等效电容 过着我把它写成EQV也可以 OK 平常我们就写 CE 这是我们平常最常写的 过着我们就写成C的Total 的电容 也可以的 这是我们 这个串联的部分 那同样的部分的话 并联 做法是一样的 你把它并联 并联的话呢 我们说这是C1的电容 这是C2的电容 C3的电容 然后一连串 然后把它接在外界的 Potential上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V1跟V2跟V3 它其实是什么 一样的 那对这个 Potential V而言 你一接上去以后 这上面会充电 OK 那这充的电荷Q1 Q2 Q3 基本上面 电外界的电位 所供应给它的电荷的值 就是我们所有的电荷的值 这Total的值 把它加起来 那Q的值是等于多少 Q我们依照电容的定义的话 那就是等于C1 V1加上C2V2 加C3V3 但是V1V2V3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把它提到外面来 就是我们的V 就是C1加C2加C4 那Q除以V 那Q除以V 就是我们的 等效电荷值 OK 那它的值呢 就等C1加C2加C4 这是你们所熟悉的 OK 这应该没有什么 大问题才对 好 那这两个 你已经熟悉了以后 好 这是串联 然后并联 第三个 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有非常多个导体 有很多个导体 那这个导体呢 第一个导体 第二个导体 第三个导体 反正一个N个导体 好了 那这N个导体呢 其中有一个导体 我们把它接地 OK 那你现在 我的问题是说 这些导体之间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电容是什么 如果两个导体 如果两个导体 Q1 正Q就是负Q 那它们之间两个的端电压是V12 你的电容呢 就是等于Q 除以V12 但是我们会发现 对我如果有非常多个导体来讲的话 那我们会发现啊 每一个上面的Q啊 恐怕都不一样 对不对 那到底它的电容应该要怎么去计算它呢 我们只知道说 我们上面的这个电位 跟我们的这个 这个Charge Q 它是一定成比例关系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电容 对电容的一个 对不起 好 相反 OK 它是 这是我们对电容的一个定义的部分 那 但是呢 你现在你看到 其中一个 是接地 对于这两个之间的导体 我也可以视为它们之间有电容 这个呢 我也可以视它中间有电容 这个我也可以视它有电容 这也可以视它有电容 那它也可以跟它有电容值 它也可以跟它有电容值 它也可以跟它有电容值 那怎么去计算 整个的情况 OK 这是 我们接下来这个问题 我们所要探讨的 也就是说 我们基本上知道 我们的potential VR 它是跟Qlinear 成比例关系 那这个比例关系呢 我说V1 potential1 它上面所带的Q1 的值 之间的比例关系 就是C的 如果假设只有一个 一个conductor的时候 那它们之间有一个比例关系 就是C分之一 我把它定义成P好 P是等于C分之一 OK 这是一个 导体的时候 那现在呢 我们有好几个 导体都会影响到V1的potential 那V1的potential是什么 因为你导体是什么 你的potential是存量 所以这个potential的大小 它会受它影响 会受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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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说V1 实际上 OK 它会是它跟它本身 对关系这一个 它们之间 然后 它会V跟 1跟2之间 的影响 然后1跟3 然后一直到Ven的影响 也通通要把它加起来 才是你的total的potential 那V1的部分 它跟它之间 我们说Q1 那它的potential 之间的比例 我把它叫做P10好了 OK 或者是P11好了 就是E对自己本身的影响 然后V12之间的话呢 它影响到的是Q2 在它上面的影响 然后P12 同样的P13Q3 一直到P1N VN QN 这是第一个V1的部分 你可以看得出来 V2一样的部分 V2的部分呢 它会受到第一个对它的影响 它本身的影响 然后它对它的影响 然后它 其他的 所以 它会受到 E对它的影响 然后它本身的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写出来 P21的Q1 加上V2的Q2 加上P23的Q3 一直加 加到P2N的QN 这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你的potential是可以 scale 它是可以相加的 所以你可以把 每一个 的potential 一样的画符 我本来是在V1的时候 把它写上来 Q1 加P12的Q2 P13的Q3 这是到P1N的QN 然后V2一样 P21的Q1 加P22的Q2 然后P23的Q3 到P2N的QN 那第N个part 导体 第N个导体呢 就是E对它的影响 二对它的影响 你把它列出来 就变成P E对它的影响 二对它的影响 第三个导体 对它的影响 一直到 它本身 跟ground state 跟ground的这个conductor的话 它所说的 那这个关系是 我们最后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这是一个matrix 那这个matrix呢 就是V1 V2 V3 一直到V2 然后这个呢 我可以把Q1 Q2 Q2 Q3 一直到QN 把它提出来 那我们把这个matrix 就写成P11 P12 P12 P13 一直到P1N 同样的 第二个V2 就P21 P22 P23 一直到P2N 一直到PN1 到PNN 这样的matrix 有没有问题 从它到它 有没有问题 那没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先让我们看 对这个matrix来讲 就是我们的 potential的matrix 然后 对它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的 这个 Charge的 Column matrix 那这个 大的matrix 我们叫做P 它实际上 就是 所代表的 如果是单一个 contact的话 它其实就是 capacitor的导数 所以 这个P 我们叫做 coefficient of potential OK 所以 你可以看到了 P 它是跟什么有关 它一定是跟 形状有关系而已 然后 跟 这些 的 conductor 的位置 有关系 也就是说 它的几何分布 它跟它之间的距离 是多少 就是在P里面 它就会 看得出来 好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不管 这个上面的Charge 是等于多少的话 OK 你可以了解到的是 如果 我把这个matrix Q 这个matrix 写成 你在 固数的话 你的matrix 你可以把它 P 写成 这两个把它导数 你去算 它你的 inversion matrix 这个就是 我们的 coefficient of the capacitor ok 换句话说 你的C 是你要去求 你的P 的 immers ok 你就可以得到 这是我们对于 一个 不规则分布 或者 很多个导体的时候 你可以去看到 我实际上 对整个系统的capacitor 的部分 我可以去把它 表示出来 好 我们说 刚刚我们在写 V1的时候 我们写成 V1 1 再加 V1 2 加 V1 3 那是什么 V1 1所代表的 就是 这个 第一个导体 只有它存在 它都没有受到 其他的导体的 影响的时候 它的 电位差 ok 当 第二个导体 放进来的时候 它会对 它的 电位差 产生 影响 那就是 这两项 才是 它的 total的 电位差 这其实 概念很 简单 如果 只有 这个导体 的时候 我们平常 我们说 电位 你在最 基本的 上面 是不是 R平方 分之 DQ 你要把它 把它加起来 这上面的 charge 是多少 那你就把它 加起来 对不对 ok 但是呢 你要算 这上面的 电位差 的时候呢 现在有 其他的导体 DQ 引进来的时候 它会对 它产生 影响 所以你要 把它的 这个charge 放进来 去计算 原来本身的charge 再加上 它本身的charge 那就是 这一项 第三个 conductor 就是这一项 第四个 conductor 等等 那有没有问题 所以就是 因为电位本身 它是跟charge 成比例关系 所以你直接 你就可以 把它 用 这个 scale的 相加 把它加起来 这是我们 在上一堂课里面 看到的一个情况 好 那这个没问题的话 那我们接着 我们就来看一个 例子 这也是一个 课本上的例子 那我们说 有一个光 你是接地的 那你也许是地球 那我们都可以看到 就是说 有一个导体 那这个导体 跟地球之间 它其实 就相当于 它有一个 电容值 我们叫 CE0 好 这个是 1的导体 那另外一个导体 这是第二个导体 OK 它呢 跟地球之间 也是一样 有一个电容值 这C20 那第三个 另外一个导体 第三个导体 它呢 跟地球之间 也是有一个电容值 这是C30 那这是 它当你考虑1的时候 不考虑2对它的影响 不考虑3对它的影响 那就是C10 C20 C30 没有什么好讲的 然而我们常常遇到的问题啊 不是那么单纯 为什么 我们说不是那么单纯的情况呢 有时候 有时候你在 在你的整个 在你的做半导体的时候 那你这个机体电路的时候 是一层一层涨上去的 每两层之间 你都可以视为有什么 有一个Conduct OK 我说两个薄薄的板 中间讲的借鉴底 就是Conduct OK 所以 基本上面 只要 1跟2的导体之间 不是无穷远 它们之间 通通可以视为 它是有一个 关联性 那这个关联性呢 就是 1会受2的影响 因为2的引进 那它的电荷会重新分布啊 等等 那它们之间有一个Conduct 这个 capacitor 就是C12 它也会受它影响 那就是 我们所谓的C23 OK 刚刚同学问了一个 好的问题 就是说 C23是不是等于C32 我说4的 IJ就等于JI 它对它的影响 就等于它对它的影响 OK 那同样的 1跟3之间 也会有一个影响 那它们之间 的电荷 就是C13 所以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这个整个 原来只是四个导体 一个是Ground 那现在呢 本来是只有C10 C20 C30而已 现在因为它们 彼此之间的影响 多了这些factor 出来了 这样了解吗 好 那多了这些factor 出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电荣 都已经知道了 所以我们也知道 不是那么单纯 它会对它感应 产生感应电荷 它也会对它感应 产生感应电荷 所以在上面的 Charge Q1值 实际上是要 其它两个 对它的影响 你要把它考量进来 那C12之间 你已经知道 它的Conduct是C12 那它对它之间的 这个产生的Charge呢 就是V12 那V12就是V1-V2 然后C13就是V1-V3 这是Q1 Total的Q 同样的Q2 没有Q1跟Q实力存在的时候 那就是C2 V2对0 然后V2 没有什么问题 就只有这防射的而已 那现在呢 因为有E跟3存在了 它会跟它 产生这个感应电荷 它也会对它产生感应电荷 它对它产生的感应电荷是多少 E对2产生的感应电荷 就是V2-V1 然后它对它产生的感应电荷 就是C23V2-V3 那同样的Q实力 原来只是C30V3 那现在呢 是1会对它有影响 2也会对它有影响 那1对它的影响 就是V3-V1 就是V3-V1 所以现在你看到 2在1上面所产生的感应电荷 跟1在2上面所产生的感应电荷 它是大小相等 然后电荷的charge 是刚好一振一副 OK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它给它的感应电荷 跟它自己本身的这个 它对它的感应是大小相省 然后那个charge的符号是相反 同样的情况 它也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整理一下Q1 你就变成是多少的V1 加3V2加V3 然后V1你把它放进来的部分 就是10加C12加C13 V2是等于-C12 -C13 然后Q2 OK V1加V2加V3 V1的部分是-C12 V2的部分是C20加C12加C23 然后V3的部分的话是-C23 Q13 V1的部分是等于-C13 V3加V2-C23 再加上C30加C13加C23的V3 所以你马上你可以把你的matrix写成非常简单 你的Q1 Q2 Q3 是可以把它写成 V1 V2 V3 OK OK 那所有的 这就是C10加C12加C13 我把它写过去一点 然后-C12 -C13 -C12 C20加C12加C13 -C13 C123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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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3 这个就是你的大的matrix C 这个就是你的大的matrix C 我们就是说Q是等于CV 这个就是你的大matrix C 那从这里面 那从这里面你很清楚的看到了 CiJ是等于CJi 或i不等于J的情况 好 你就可以看到 那我们也很清楚的看到 我可以把这一项叫做Q C11 C12 Q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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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unk 对应的就是他 那C11所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第一个conductor 对其他的conductor 所对他的影响 所以 C11plunk 就是 其他的conductor 对他所产生的影响 他的capacitum 也跟着改变 那 跟着改变的部分 感谢观看 OK 所以C1-1 Plan是等C1-0 加C1-2 加C1-3 这所代表的是什么 你说C1-1 Plan 所对应的就是 1跟你其他跟Guan 所连接的 其他对他的 影响 那你看到的就是说 1跟Guan G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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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什么 好像这个是一个 并联的情况 你才会 这三个全部通通在 同一个节点上面 对不对 那并联的部分的话 他的capacitum 本来就是什么 相加的 OK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并联的capacitum 它是相加的 好 这是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 这一项所对应代表的 那C1-2 Plan呢 C1-2 Plan 所代表的是 负的C1-2 那他所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他所代表的 就是 他们之间在互相的影响 OK 他们之间互相影响 那他的负值 那同样的C3 就是1跟3之间 他互相影响的负值 这就是他total的 这个conductor的部分的话呢 的coefficient 他所得到的一个结果 那你每一项 你实际上 你都看到 这一项就是 1 2 3 他们之间的 并联的情况 那2的部分呢 也一样的 对 2的部分 他们之间并联的情况 那3也一样 他们之间并联的情况 那其他的项 都是之间 每一个的互相 neutral之间的 这个影响 所对应产生的 of diagonal turn 的部分 那这是我们看到的 一个结果 对这个有没有问题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部分的话 我们接着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 对于这个capacitum的部分的话呢 他 以后你们看电感的时候 其实他的复杂程度 也是跟电容一样的 每一个小的 之间的电极跟电极之间 他其实都有电容存在 只不过 这个电容啊 他们本身 我们刚刚讲 电容本身呢 是跟这两个正户级的 低值是成什么 环笔的 对不对 那如果成环笔的时候 其他位置 对他的影响 一定 他的距离 一定远比 他们之间的 来的什么 大 所以他的 这个C值 他对他的影响 一定 他的电容值 一定比他本身 还来的 小很多的情况 因为他成环笔 跟D 成环笔 我们刚刚再再看的 两个电平行板之间的 低值 那他的电容值是 低分之一层环笔 对不对 所以 当你 另外一个板 对他的影响的时候 他这个距离 一定 远比 这个来的大很多 所以他的capacitor 一定 这个值 一定比他的值 这两个之间的值 来 电容值 一定来的小 非常多 OK 所以 到底小多少 要不要去把他管进来 就看你 一二跟一三的大小 对他 影响到多少 这跟他的position有关 他的位置分布有关系 好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那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 OK OK